今天放松一下,来,我带你们看三个案例,给你们讲讲其中的精髓 第一点,你们老师问我,家里面太冷的话,弄点黄色行不行 你看,这种搭配墙面是暖黄色,休闲以挂画,它也是橙色或者黄色,不舒服的 这不是暖不暖的问题了,简直是又土又腻啊,用力过猛知道吗 一起来看看这个案例,它很聪明的,沙发选米色,地毯用米灰,墙面用米白 这种配色,它反而一点也不腻,而且又清爽又温馨,有什么技巧呢 记住,叫泪白色温馨法,泪白色就是接近白色的,把这张图片去保存起来 白色,米白,米灰,灰白,都是泪白色,用的时候有一个坑要注意 一堆白色容易显得廉价,怎么做出质感来呢 核心就两个字,变化,色彩要有变化,沙发米白,茶几正白,地毯灰白 每一个物品要选择不一样的白色,材料也要变化 沙发粗布,茶几,金属,地毯,细绒,每个物品呢,要用不一样的材料 这就是搭配美学中的变化法则,有变化搭配就会有层次,就会饱满 记住,浅色是有轻松温馨的感觉的啊,尤其是白色 那第二个,经常有人纠结啊,用了黑色家里面就会压抑,这个是完全错的 黑色用的好是很高级时尚的,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怎么做的啊 窗框是黑色,休闲椅是黑色,茶几,抱枕,摆件分别点缀了黑色 这里用到了一个叫点线黑色法 黑色它以一个点一个点的出现,或者说一条线一条线的出现 这样就能透气很高级 那相反啊,柜子地面如果说你都选黑色 确实啊,不要说你我也我也接受不了,太沉重了 所以你只要不去大面积的用黑色就可以了,没有绝对不好看的颜色 只要你会用,这个颜色就能为你所用 第三个问题,有人问了,木纹用多了,会不会土呢? 家里准备做原木的这个对你有用的啊 这个案例它是这么做的,地面是整面的木纹 休闲椅是木纹拼接 边基是木头体块 灯也是木纹拼接 好洋气啊,精妙之处呢,在于同色不同形法则 这里是一条线啊,这里是一条线 这里是一个体块,这里是一个面 造型不同,反而让颜色精致了 就好比呢,一件黑色T恤确实是普通的 普通的啊,而三窄一身改片衣服的剪裁造型 同样是黑色的上衣,就很艺术了 颜色不变,就改一个造型 那廉价感是什么样的? 很多都是一个框,两个框,三个框 全部都是一样的造型 那就很呆板,写廉价,知道了吧? 今天有三个搭配指示点 类白色温性法,点线黑色法 同色不同形法 去点赞收藏下来吧,以后肯定用得到 关注杨美学,让家变美,不再难